朋友们好 这期视频呢我们来做虎皮青椒 做虎皮青椒 选择青椒的品种不限 你比较难吃辣的话就用二斤条 吃不了太辣就选我这种的薄皮大青椒来做 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地去了 里面的辣椒籽也给它弄干净 然后放到一旁滤干水分备用 配料切一点蒜末 再准备一点干豆豉 没有豆豉的话就放点老干妈豆豉酱也是可以的 食材都准备好了 下面就开始制作 首先锅中不用倒油 把锅烧热 我们干锅下入青椒 开中火把青椒煎一下 煎的时候用勺子压一压 加到它的受热面积 在煎的过程中青椒就会产生虎皮状 一面煎至虎皮状之后呢 我们翻一面再煎 两面都煎成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也不要煎得太久了 要不然的话辣椒吃起来太面 就没有脆感了 接着我们锅中加入少许的猪油 油化开了之后呢 我们开着小火 先下入豆豉 把它炒香 豆豉炒香呢 我们再下入蒜末炒香 然后加入酱油 炒出酱油的香味 再加入白糖 盐 加入少许的清水 水不要太多了 味道菜要一等吃才好吃 接着青椒就回锅 用中火给它烧一下 把味道烧进去 烧个两分钟 在出锅之前呢 淋上一点陈醋 再加入一点点水电粉 过一个薄薄的芡汁 给它炒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道菜呢 五分钟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好吃 下饭 喜欢的朋友 就试个做一做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